嗨,大家好,今天直播要分享的是Toyota的Vios 哇,這台在台灣賣的真的是超級超級好的 1.5NA加上Toyota超級棒的妥善率 所以價格也相當相當合理的 所以就也省油 所以滿街跑 今天改裝的品項是KT Racing的道路版避震器 前面已經裝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它基本的懸吊系統架構 前面的話呢,一樣是賣花城的懸吊系統 小車,大部分都是這樣的懸吊機構 前面的話呢,也沒有上座 就是沿用原廠的橡皮跟軸承 這個是在引擎室裡面 很容易就能調整到阻尼的部分 這個KT的設計呢 就是順時鐘 它有一個一個的手感 就是這樣調了兩個 就是變硬 兩段 逆時鐘 這樣就變軟 所以這是阻尼 軟硬的調整 就直接在引擎室裡面 不用拆任何的零件 就能做阻尼的調整 軟硬的調整 就從這個地方 你需要硬 需要軟 就從這個地方調整就好了 那這一台呢 已經有改了前下8號 然後輪胎也已經有換了1956015 可是啊 這個規格應該不是正確升級的規格 直徑應該比較大了 大概6mm左右 也就是說這個儀表的灌水率應該也跟GPS差不多 幾乎沒有灌水的話 前面有敲了 這是前面的部分 前面的話呢 前面的話啊 ABS感應扣的固定位置 然後這邊是油管固定架 還有ABS感應線 所以所有的位置呢 都是仿照原廠的位置 啊 高低可調 不會壓縮彈簧來改變車高 那家 好 這個是統身可調 來 那個 這裡的托盤呢 懸鬆之後 往上調整呢 車高就變低 往下調整 車高就變高 這個是統身可調的部分 所以KT的 在Vios NCP150的車上 那 統身 那個高低 軟硬 都是可以調整 那前面的彈簧配置 是前面是配置的5公斤 後面的話呢 是配置3公斤 公斤數相當低啦 因為這一台的 車重呢 其實也不高 所以就配置了前面5公斤 後面是3公斤的彈簧設定 主寧也有針對這台車 再稍微往下修正 這個好像是小蟲家的東西 這個是捷氣門電換器 這個是補飛訓的 都是好朋友的家的產品 這個是 左邊也已經裝好了 這個拉桿在Vios NCP150的車友 車上常常看到 我猜應該是有半團購 我這裡有一個不速實測 這下面要購 哎呦 這是不是順向 我這個順向 好可怕 前面的話 左前也已經裝好了 這個是左前的 那懸吊系統其實跟前一代的Vios差不多了 前面的話呢 離仔串 這個是防輕桿 防輕桿的離仔串 固定在三角下面 所以腳板上面就沒有離仔串的鎖墊 我們來看一下後面好了 後面的話好就 跟一般的小車一樣好 都是彈簧跟避震器 避震器分開的拖一幣系統 也不是多遠感 那KT的部分的話呢 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就是調整機構 要調高調低 就是在這個地方 統身也是可以調整 可是統身 他並沒有辦法調整車高 調整車高的話 還是在這個地方 這個這個機構呢 調長 車高 就變高 往下縮 縮短的時候呢 車高就變低 那這個是後面的行程 也是跑長行程 我們 這個上座相比 KT都有附 這個防塵套 還蠻特別 你看他可以全部 當車身降下來之後呢 就把電器的最 比較需要保護的軸心部分 就全部都照住了 所以這個是全照式的防震套 這個也比較寬鬆 跟原廠的差不多 也不會在這個地方積水 所以防鏽效果也會做得更好 這個是NCP-150後面懸吊系統的介紹 那這一台的後面的 主力調整就比較麻煩一些的 他的要把這個 這個是後面的椅背 還有屁股做的椅墊 這個要拆開之後呢 他的上座啊 後面的上座 其實也沒有上座 就是主力調整的部分 比較躲在這個地方 所以呢 來我們再講鏡頭拉園 所以需要把這些東西呢 稍微拆掉啊 才有辦法在這邊 再做阻尼的調整 所以這個是NCP-150 Wheels的後面 調整阻尼啊 比較麻煩的地方 所以等一下計畫試車的時候 這些東西 先不會裝上車 先不會把它附位啦 然後試車完畢之後呢 覺得阻尼OK 我們再把後座裝上去 那後面的部分 也遇到很多的Vios車友 都有改這一支喔 來我鏡頭看一下 後下 後下強化的拉桿 這裡有一支後下強化拉桿 改了避震器之後呢 如果覺得這個 拉桿有覺得太硬 會建議先拆掉 然後覺得不夠的時候呢 再把它加裝上去 因為每個人對乘坐的感覺 都不太一樣啦 所以就拉桿的部分的話 就有需要的話呢 再做加裝 這是後面後面的桶生 還蠻細的齁 你看這個阻尼也算是還蠻軟的 稍微壓一下就能夠壓下去 這是後面的Vios後面的桶生 很細 它的主結構跟 Yaris 同一個世代的Yaris 大壓 一般都統稱大壓 大壓的話是還蠻接近的 選調系統其實都還蠻接近 那後面只有擦上座螺絲再鎖緊 再做微調 等一下車身降下來之後呢 就要準備試車 那因為這一台的輪胎 升級的規格呢 比較大了一號 所以剛剛 來場的時候啊 輪胎的上緣到S版 差不多是有四指幅的距離 那今天是計畫 沒有要降幅很多 計畫稍微降一下 所以計畫前面跟後面呢 大概維持三指幅左右的高度 也就是比原廠 只有這樣一指幅而已 輪胎摸的車主說摸的也差不多 計畫以後還會再 再換胎 就會換成正常的規格 所以再換成正常的規格之後呢 輪胎的上緣跟葉子版的距離呢 又會空掉了齁 所以有可能還需要再做微調一次的動作 這個是Vios 新款的Vios 安裝 KT避震器 道路板的 簡單介紹 那再來就要介紹一下KT的用料的部分了齁 因為這一台沒有上座 所以我們就沒有辦法附上上座 所以上座有一個小軸層齁 就會沿用指揮軸層齁 就塑膠的齁 那一個就會沿用原廠的規格 然後KT的話呢 在這個地方 拉上來看看齁 這裡有做一個防水塞 避免水器跑進去呢 阻擬機構 卡死齁 就沒有辦法調整 所以把它壓下去 好 是這樣就可以做調整 裡面的主尼泳 避免器裡面齁 很重要的油工跟主尼泳 會跟大家介紹一下齁 裡面 主尼泳的部分齁 我們是用意大利進口IP的主尼泳 那意大利IP的主尼泳 不算不是授權給台灣做混裝齁 是直接從意大利貨櫃、裝櫃、原裝來台灣的 所以它的油品的穩定度齁 還蠻很不錯 那裡面的 最主要 有關到避免器的壽命齁 就是油封的部分齁 是使用日本NOK的油封 那日本的油封 大概在日本 我自己避免器的大廠 我聽的 應該也都是大概用這樣的 給我等級 所以油封的選用 好處於油封的用料 還有邊上做一些熟成 都是 嚴選 材料都是嚴選 這是KT避免器的簡單介紹 那前面的彈簧跟行程呢 都有刻意在拉長 因為這台車原廠選調其實還蠻軟還蠻舒適的啦 所以在設計這台車 大陸板電器 其實主尼部分的話 沒有做得很硬 還有彈簧的話 也都配的 往下修個一個級距啊 所以前面才配五公斤 後面配置三公斤 目的訴求就是希望 兼顧到舒適性跟 操控性 這是前面的部分已經裝好了 只不過後面OK了嗎 後面應該也差不多 等下準備上台 好 我們來介紹一下 他後面下方的一個 那個 基建好了 他後面下方呢 你看喔 原廠的避免器筒心啊 超級超級細的 那改了KT之後呢 筒身其實變粗了 所以啊 看一下 這裡看我看得到 所以在這個地方呢 筒身變粗之後呢 這裡跟這裡的距離呢 會變很接近喔 所以 這個的 寬度呢 跟這個電寬的距離 其實不太一樣 所以 這一邊呢 就需要靠近輪胎這裡 把這裡的距離 把電寬 才不會 才不會干涉啦 所以 安裝 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在這裡 後面 安裝Vios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安裝錯邊的話呢 有一邊的腳管就會乾涉 要小心 他後面 因為這台有ABS 所以在拆拖一臂的時候 後面的ABS感應線呢 要特別小心 不要拉車到了 小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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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線上呢 這個是 後面的 後面的調整機構 這個 就做上市了 那這台車其實 也有 業內呢 也有把Hilo Key的調整機構 把這個調整機構 做在下方 那上方下方 其實都可以啊 可是為什麼 我們會設計在上方的原因 就是 因為下面的擺臂跟上面呢 當 懸吊系統 鬆開之後 他這個擺臂 其實不是呈現垂直上的 所以 放在下方的時候呢 要 即使要安裝的時候 這個調整機構的 做跟彈簧呢 就沒有辦法呈現一指線 所以在 安裝的時候 就比較需要一些技巧性了 所以 當他做在上方的時候呢 就比較不會有這樣安裝上的失誤 可是 並不是說 坐在下方就不行了 坐在下方的話也是可以 但是呢 坐在下方的調整機構呢 在安裝的時候 就要特別特別的小心 這是後面的 上座 避電器的調整機構 常在這個地方 那調整那個阻尼盪呢 後來也已經放進去了 好了 這台幾乎停的紅綠燈呢 跟artist一樣 就可以做大會師了 因為賣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這個也有改 這個應該是LED的燈泡喔 現在很少碰燈了耶 這個像是現在的LED的大燈流明 你不曉得跟HID差多少 如果有朋友知道的話呢 也希望跟我們分享一下 因為我們 我很少很久沒有在接觸玩燈 這個都是叫 最近兩三年來 比較行的LED大燈 燈泡 這個是前面的水箱護照 這應該是貼模 是不是 還蠻好看的 很有特色 好OK 那今天的Vios安裝的介紹 KT便器已經裝好了 等一下就準備要入試 然後 然後 就要再做微調 最後呢 還要再做定位喔 這是原廠安裝 對啦 這裡這邊算是 KT避震器製造的工廠 那如果你們 車友 Vios的車友 對這台車 有需要試乘呢 或者是安裝呢 我們台灣 從北到南 還有東部呢 台東花蓮 全部都有可以服務的據點 所以你們都可以就近做安裝的服務 這邊工廠的話 今天本來是休息啦 車主的話是有預約 所以就回來 KT 台中工廠的總部呢 幫車友做安裝的服務 所以這裡算是原廠安裝 是的 電池 常常 就是 車友會問說 最最多最多問題 就是問看看 KT 好不好做 但是這樣的問題其實 好不好做 BTS其實很主觀 所以我都常常會建議車友啊 試乘 尤其是不要只有試乘一個品牌 你也可以來試乘KT啊 台灣做便器的也品牌很多 也有國外的品牌 所以就是什麼品牌呢 都多多試乘 因為車友或者是朋友覺得OK的BTS 不代表你也覺得OK啊 所以都會建議車主呢 實際做試乘的動作 那覺得這個試乘起來的感覺 不尬一樣 再來考慮就好了 再來考慮 因為一組便器也不少錢嘛 一組便器也要開個三年五年啊 所以便器的選擇 我覺得非常非常重要 那KT的便器 第一個就是我們本身就是製造的工廠 所以不論你針對任何一個小零件齁 要做太換呢 都不成問題 包含這個調升牛 C 那個用到不見齁 也都可以單獨販售 防塵套 饅頭啊 這個其實都是消耗品的 這個防塵套饅頭是消耗品 用了一段時間之後呢 壞掉了 都可以單獨購買啊 然後處女友雖然是用到IP的處女友 但是他的還是有送命限制啊 送命到了之後 處女友裂掛時候 也都可以來工廠這邊做 做整理喔 做翻修的動作 那翻修的時候呢 就會把處女友 然後還有裡面的油風呢 一併換新 而且來原廠這邊做 維修翻修的動作呢 還是還是有繼續有 享有保固的保障喔 所以KT的便器的話 大家在選用的時候呢 就不用沒有後顧之優了 那當然在這些 品牌在進口的品牌 跟台灣品牌比較上呢 當然這是一個台灣品牌 比較大的優勢 但是台灣現在做便器 其實也還蠻競爭的 大家成熟度也都很高 所以其實都不輸一些進口的大廠 那話再說回來 好或不好 就是試乘看看嘛 試乘看看最主觀 所以比較不會有 不會有車主 別人說好處 我們就坐起來不好坐 所以便器呢 就是多多試乘就對了 KT便器工廠裡面 還有北中南 也都有提供試乘車啊 如果車友有想要比較 有想要試乘的話 不用客氣 可以跟我們小編聯繫 小編會替你安排 安裝 試乘的一些相關的事 那今天的Vios安裝 分享 直播分享 就大概到這裡 下一次有再 安裝便器的話呢 再跟大家做分享 Vivienne有詢問 原廠便器都是天藍色的 這個是改裝的便器 這個是KT的便器 所以我們的KT的系列顏色呢 就全部都是蒂芬尼藍 蒂芬尼藍 然後有很多的車友啊 不方便讓家人 或者是知道 所以都會刻意要求 把這個KT的藍色 把它噴的低調一點 我們就會幫你烤成黑色的 這樣就比較低調一些了 就不會被發現 所以我們也有這樣的服務 你要指定 黑色也是可以的 那如果沒有指定呢 我們一律都是用KT藍 這個算是蒂芬尼藍 這樣有了解嗎 Vivienne 如果還有任何問題 再請跟我們小編聯繫 那今天的直播分享呢 就到這裡 然後也謝謝車主的車子 借我們做直播的分享 謝謝大家 掰掰